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六音厂当》 继续和大家谈英国皇家雅士菊赛期的赛事 刚刚第三天赛期的赛事 雅士菊金杯赛马的赛事 就完成了 来到第四天 就将会是英联帮杯赛马的赛事 不过谈英联帮杯之前 回顾一下第三天赛事 雅士菊金杯赛马的赛事 我们展触了一些精华片段 给大家回味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高俊成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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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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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集团 座 赵丽在旗排六档 七路矮谭达人杜汉培排十七档 八路皇庭战队宋敏克排十三档 二九路御驾长征布二号排十六档 我扮演了几个 十一路南部山优 苏绍费这些用十五档 十二路命运抗争 咸明敦排十四档 十四路缺义 美国马来的大徒里跑 排十一档 十六路魔方阵马昆骑 夏宁夫人马来的排八档 以及十七路瑞登 日本马主莫艾成跑 排九档 说回英联邦杯 其实设立了几年 跑了五次 一五年开始跑 这场赛事的设立 因为以前三岁马这场 要跑一级赛的话 他要跟连长马跑 转希錦标 但事实上发觉差距真的很大 三岁马很难赢转希錦标 所以可能因应因此 结果成立了英联邦杯 一五年开始举办 而转希錦标也因而 不接受三岁马报名 四岁或以上连长马跑 所以这场英联邦杯 其实公认为近年 这匹马 他不是跑了很多 但似乎他的姿态 他挺吸引的 上年两岁的时候 水车招石錦标 就赢了 水灯也看了 为什么要看马赢这一场 因为其实他跟他哥哥说 尋人偵探一样 都是赢了这一场 两岁 三岁之后 尋人偵探的进展 是非常亮丽的 但你看这些马 你不用太担心 组断了 因为他是比较慢一点 但当他一骑顺 一打下去的马 那些布很厉害 你看 马有能力 连马斯厉害 伟尼安 好像遇神杀神 遇佛杀佛 那样的厉害 但是英联邦杯 在一些 力资比较少一些 只有五匹 现在冠军 究竟他们 在跑这场马之前 是不是需要一定 之前已经有好表现 会好些 好像你见到 之前巴洛妙北 其实两岁的时候 四出四胜 赢了 高云地利 三岁都继续 上届登广告也是 两岁的时候 已经有成绩 所以转了三岁 就交出好成绩 留意一下 五匹的马里面 冠军 咸顿游掌 占了两只 都是这个 赛旗当往的彩衣 所以大家 有时都要留意这些 除了 刚才提过 比德兔之外 有两位练马斯 都希望这场赛事 是跑得好 因为都很集中 去攻这场赛事 一位是郭成 一位是华特 郭成是主场 华特是作客 他是美国过来的 先说郭成 金匠韩国 这匹马 赛前 暂时都挺受注目 为什么 因为整天在大赛跑得好 中央公圆錦表 两岁 已经有东西 看了 看文壇怪节 都要看 这只都是实力马 他输给高多芬 那只Earth Light 今年还没见 但那只还没输过 就是蓝衣 你见 金匠韩国 一直黏着外蓝 其实他有前足 和后竞 他都不是让你过过 他都顶了很久 是啊 他挺好斗心的 其实他也是两岁的成绩 都算帅 因为你看看血统 可能是三四岁打后 才能达入一个勇熟阶段 如果今次他的排档 也排得比较出 如果好像对上几天的 亚士谷赛事 外当有优势 这一排马都有些机会 至于来自美国的华特 我们经常都说 王家亚士谷赛旗 他很熟 而且经常有好成绩 今次决议 这一批决议 其实就来过亚士谷跑 不过是去年的时候 真的决议要赢回一场 是啊 当时跑马来王后錦标 那场是一千米 而且留意着 那天很大雨 所以有些朋友说 美国马可能跑 下雨会差一点 但是这些马 已经证明到 是适应到临地的 美国马就有两种 要不就一放 到底 要不放下就断 那他算是不错了 牙包大意回来 那你之后回到美国 他今季復出都会再赢 所以你马 因为两岁转三岁 有些很明显的 已经早熟早残 暂时就没见到 所以这次过来这边 也有机会 场地经验就有了 当然今次是跑千二 究竟那个贯注力 去不去得到 就跑过先知 但是湿地不用担心 这些马已经不需要 考虑场地的适应性 所以这一点是他的优势 至于其他的马 因为今年的英国赛期 都是比较乱的 六月才复出了 很多马 这场马 其实很多马 都在今年 没上过阵 是 看看会不会 益了那些曾经有上阵 那些 会不会是有得到 好处 其中一部分 命运抗争 有些可能 因为本身都是 啪啪 但是他上年两岁 赛式都不错 落福錦标 这场都是很重要的 两岁马赛士 在皇家士谷赛期 一千米 结果他都跑得好 跑到第二回来 他早段 他又不是很子弹的快马 但是我觉得这些马 在亚士谷跑 其实会好 因为你始终尾 暗斜那里 都挺考虑能力 是呀 捱那两步 真的挺凶捱的 他最好处之处 就是今个月初 已经热身了 在纽卡素那场 交沙地三级赛 虽然名次 就不是很前的 但是你要计算交沙地 没什么大所谓 没什么大所谓 这匹马 我觉得都有些机会 让他进来 另一匹曾经热过身的 磨坊阵 如果说热身 他还威 跑一千坚尼大赛 是一级赛 北小区也是 看完 当然他跑到千六 对前面那阵 真的比较难 因为他本身 一来气量 二来实力 但是你都以为 这条片 因为考了第二 第三名 在最后一天的 加冕感表 都有份上阵 当然这里 镜头都不进入 我又不是很介怀 因为今次的路程 都会不同 所以这些热过身的马 大家都要留意 对比 因为始终隔了这么久 没有跑 两岁转三岁 其实很多的不明因素 要想的 究竟能否适应 能否承接 这一点 其实在赛前 我们都想了很多 或者我们见过很多 根本真的不太容易 预测 是的 所以都要留意 但会不会真的够 如果看之前 两岁转赛的那些 就更硬 加冕感 如果真的要你称 两匹你喜欢的马 出来 这场比较难称 我都知道 哪两匹你喜欢的 比特兔我会选的 因为我喜欢这匹马 本身是跑后劲 在阿士谷跑 总之你入队路 让他慢慢移出幕空 打内的反应会非常之好 本身都是尋人偵探 他当年是英联邦 比特兰 希望弟弟帮大哥保重 另一匹就是华达那匹 那只决二 因为始终在湿地 曾经都给我们看过 它是可以的 今次如果希望 见到两转三 其实初出那场 都能保持水障 没有滑落 过来这边跑 希望跑出好 我自己就向古摩雅的阵营 埋手 看过排档 原来是一内一外 分别是四号的文坦怪杰 还有另一匹 南部山优 就是十一号 来档那匹文坦怪杰 虽然我们刚才看片段 曾经输过给这同场的对手 但始终都是两岁转三岁 而且这一匹 戏剧泰斗的指示 总是觉得 这些卖会辞熟一点 来到了三岁 会不会再跑得好些 其实之前 他一早已经复出了 爱兰尔先堅尼那场 跑第三 虽然那场不算很亮丽 但毕竟是一级赛 现在缩续来跑 其实可能有点好处 起码热过身 而南部山优 这一匹卖可能大家都不记得了 去年的温沙堡錦标冠军 跑完温沙堡錦标 一直没有出现过 一直都不见了 但这次突然间出现了 千尔 当然你说赢温沙堡錦标就是一千 但千尔其实很早已经跑过 当时就不行了 但这些马隔了这么长的时间之后 他是教堂俠谷的指示 千尔应该不会不会跑的 加程跑二百 还有最重要 古摩瓦阵营除了莫雅之外 找一些大牌骑士 那些经常要防 这一匹就找苏绍辉去跑 还有外当 我觉得有些机会 还有这一匹都符合一个重要的需求 就是曾经在两岁已经路过头角 这一点是吻合的 所以这一匹的南部山优 我都觉得要防一防它 至于其他场战亚街 有没有一些深水马介绍给大家 其实夏域錦标 这场大家知道是英皇錦标的 叫做前哨战 那只一板一眼 如果我们刚刚看威尔斯亲王錦标 那只乐斯勲章 相当之厉害 那只赢了 但上一场其实两匹马 隔列准赦錦标 差一步追到他 那只一板一眼 所以我见到 因为那只跑得好 所以在海外的赔率 这只一板一眼都落得挺厉害的 所以这匹马 今次用高进城主帅出马 分钟会不同 好了 今晚先聊到这么多 还有一晚要和大家谈 明晚同样时间和大家谈 专气錦标